我叫一芝 说吧 你和路上到底什么关系 你说什么关系 见不得人的关系 我喜欢他怎么就见不得人了 他这么优秀的一个男人 我喜欢他太正常了 不是你恶不恶心啊 这么大岁数还找一个二十多岁小伙 你可真够恶心啊 不是不是 你今天是来解决问题的 你还是来闹事的 你是来分手的 你还是来和好的 无论怎样 我也得把事情给弄清楚 我跟你说 承承 我跟你说这女孩 这么坡 这么厉害 你说你又那么老实 你说你这 让她这一句顶一句的 说的欺负成这样 我跟你说 她跟你不合适 你趁早跟她分手 姐给你再找新的 找好的事 有的是 我问一下啊 大姐 您今天来到这儿 您知道是为了什么吗 我为承承来的 之前承承跟我说这个女孩 说这又温柔又善良 善解人意什么的 怎么我今天看的又泼又爆 哎呦简直跟我想象太不一样了 你凭什么这么说我呀 再说你来都来戴什么墨镜啊 怎么着 见那么多人呢 还是不自信啊 是你年纪轻轻不自信吧 我不自信 我不自信是因为什么 当初我们两个感情很好 就是因为你 所以我们才造成这样 你能不能好好说啊 你不要对所有人都这样 对让所有人都受不了你好不好 来一只 你不是说真的吧 你真喜欢路上啊 不是 主持人这样啊 我让我来单独跟这小姑娘聊聊 是吧 来我们两个让开一 你跟他聊吧 你不就想知道我们是怎么认识的吗 对怎么认识的 什么关系 跟我详细说清楚 我告诉你 我们怎么认识的 我就是三年前 那时候他还不认识你呢 我就是到你们超市去买东西 我的钱包呢 落在那个停车厂了 然后这厂吗 还有了 就是我要是真跟他有什么关系 我会拿钱借给你 我有病啊 我看你啊 真是 配不上我的弟 你趁早自己自觉点 你就跟他 分了算 我问一下大姐 您是做生意 做买卖的是吧 不是 我是外企的 算高管吧 您有家庭吗 冒昧地问一下 我是离婚的 您是离意单身是吧 对 您刚才说喜欢路程 是姐姐对弟弟的喜欢 不是男关女爱吧 我觉得太无聊了 所以我只能就是这么 这我就放心了 你是故意气她的是吧 也算是吧 那我跟您说啊 这个其实是小两口之间闹矛盾呢 也是常有的事 这姑娘呢 性子也确实是急了一点 我想问一下 其实这个 这个气过之后啊 你是不是愿意来到现场 来真实的参与一下 或者祝福他们一下 这个我倒觉得也没这个必要啊 但只不过我想跟这个小女孩说几句啊 对不起 这个这姑娘 我跟你说 好好说啊 你真的太不懂事了 我跟你说 这常常处处为你着想 姐姐我呢 也有一次不幸的婚姻 我见的男人多了啊 现在在这个社会上 像我弟弟这样 又有责任心 又有爱心 还这么专一的男人 太少见了 真的 我要是年轻二十九 我先跳过来 我会为她了 你还这么的 就是怀疑她 好好说啊 不是人家借钱给你 都借坏了 对不起 大点声 刚才不是声音挺大的吗 姐姐对不起 您听见了吗 听见了 您可以原谅她吧 他们自己的事情 这个他们自己解决吧 反正我该说的 该解释的 我都解释完了 反正你们自己看得办吧 好 谢谢你 没关系 来把这样现场关了 这个姐姐说一句话 我觉得挺在理的 说话又过脑子 如果你一开始 就认为他们有事 接下来所有的 论剧论点 流言蜚语 都可以支撑你 以这条逻辑链的产生 是这样吧